各位局勤班的学员你们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收听 今天是5月18号的收听啊 然后前面这些东西我就不多讲了 对吧 和大家去再一次交流一下 我们对这个元帅著的判定 那有的学员说了 这个知识点不是非常简单吗 不是非常容易吗 在你当时看量学知识之前 你会觉得它非常容易 其实它还是比较绕的 你看我们学了这么多期 还是有很多学员不懂 所以说在这几天 我就着重的和大家去讲这个知识点 你连元帅著都没搞懂 你更不要谈其他的量学知识 对吧 有些学员看上去懂了 其实对元帅著判定不懂 对吧 会说错 会说漏 你像今天的我们一个解盘 和大家问的一个元帅著 是不是每一个学员返回都不一样 尤其是我第一个那张图 就是爱事与话那张图 那个时间周期比较长 有的学员说两个 有的学员说三个 有些学员说五个 有些学员说八个 还有十一个的 还有九个的 这证明了什么道理呢 你以为你懂了 其实你没懂 对吧 有些学员在学习量学知识的时候 他会觉得 哎呀我这个量学 我都看了一遍了 哎呀我这个还不能情牛周腰 就这种你以为你懂了 其实不懂的情况 你怎么能情牛周腰呢 你不去送钱 就算好事情了 对吧 还是要回归到基础 啊 那有的学员说了 我这元帅著弄错了 和我能不能情牛周腰 有什么区别呢 有什么联系呢 我就在元帅著画错了 这个股票涨还是跌 他和元帅著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们量学怎么说呢 通过基础知识判断 庄家意图 那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做菜或者吃菜 觉得菜咸了 咸了 咸的 甜了 咸了 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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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还是硬 是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是不是通过你吃的这个菜 你这个味觉里面判断 哎 这个东西好像咸了 你判断他咸了 你和你平时的你吃饭的东西不一样啊 或者说你经常去一个馆子今天经常点某一个菜 今天炒的菜和昨天炒的菜咸淡口 你是不是一下就能吃出来哎 今天炒的比昨天好吃 昨天炒的比今天好吃 那这依赖于判的什么 咸甜软硬 包括一些火口 这归接到我们量学知识 就是在元帅猪啊 牛骨量行啊 牛骨三学啊 然后真底抬高 你如果连这些标准都不懂 那你知道这个菜做的好吃还是不好吃 你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个菜 你对一个标准都没有判断 你怎么能判断一些异样呢 这是不是一个道理呢 啊 因为我们的作业是我选出来的 是吧 有一些是特别强的 有一些是先行走弱的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让你自己选 或者让你去跟这个个股的时候 你怎么去判断他这个个股是 庄家火猴是到了 是三成熟还是四成熟 还是五成熟 还是六成熟 还是七成熟 还是八成熟 你要有一个判断标准吧 对吧 你看元帅猪这个知识点 我们昨天做了一个完善版啊 希望这两天没有认真看 或者还没有搞懂的学员你去思考 那有的学员说了 我们一个知识点在那花费这么长时间干什么 我和大家讲啊 知识点你学精了才有用 否则没有用 你看上去知道 我知道什么是元帅猪 我懂有这个元帅猪这个说法 有黄金猪这个说法 有某某这个说法 结果一问三不知中是没有意义的 就算今天我们解盘的时候 是不是和大家讲 你用这张图来画 哪个是元帅猪 是不是这么问的 然后我们今天解盘的时候 我们学员怎么说的呢 你看这个学员 他说不是 不是说虚补也算吗 怎么不算 我有点磨我什么时候说虚补算的 虚补不算补 那昨天我们说评说了好好的 怎么今天又变成虚补也算 你这个知识点没搞懂 然后他说他昨天看了一半睡着了 后面还没看完 一会再去看看 你要想啊 如果说你对一个量学知识是这样子的一个判断 或者说这样一个标准 那就一笑大方对吧 我没有讲过虚补不算 虚补不算 而且你要看啊 你首先看这元帅猪首先要成立 成立必须要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 两个条件都在这个基柱的收盘价之上才行 那破坏什么呢 破坏只要有一个条件 把这个基柱的收盘价跌穿了 那这元帅猪就牺牲了 所以说这些点你要一定要知道 而且我们是不是昨天讲了一线判定法 对吧 你先判断他成立与否 然后判断他消亡与否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新学员 对吧 不管你看量学的书 还是说你在其他教练那边学 不管你学了多久 你对量学知识元帅猪这个知识点是没有搞懂 你画出来三个就是有问题 那首先你这个圈圈 如果我觉得你画了不对 如果我理解你意思没有错的情况下 你说这个是元帅猪 对吧 你这个圈圈说的是这个是元帅猪 你这个圈圈说这个是元帅猪 对吗 这两个都是错的 首先在这个阶段 当时形成的比较多 当时看啊 我们就只看这个方框之内 其他都不要看 当时你看有跳空有跳空有跳空 形成的是比较多 但是按照我们量学的一线判定法 对吧 你把收盘价 那个元帅猪的收盘价一画 看看有没有补 啊 收盘价有没有补 全补掉了 而且我们说的非常简单 你把这一条线画了之后 有没有实体补呀 实体就是这个框子内 看到了吗 这个框子内 什么叫虚体呢 虚体是他这个枪尖 或者这个长腿 对吧 你这么一看的话 那前面这些元啊 这个元帅猪不都牺牲掉了 唯一一个是什么 这么画的时候都是虚补 为什么 因为他只有枪尖没有尸体 看到了吗 这成功了 然后他这个学员 第二个是什么情况呢 他是不是对元帅猪的一个成立标准 对吧 你不要谈说他是否消亡了 成立都没懂 那我们切换到软件上来看 我们想一下元帅猪的定义啊 首先必须要有两根柱子对吧 必须要有两根柱子 元帅猪只要两根柱子就能判定 是否成为元帅猪 那我们再切到这个软件上 就是如果有一根柱子 第二天的开盘架和收盘架 都在这根柱子收盘架之上 那这根柱子就原材住 你把这个记住啊 你如果记不住你打印出来 那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这个的收盘架 你是不是可以看啊 你不要看十顶还是十底 这个东西容易搞混 你就看收盘架是三十二块 六三二六四点一零 那你就画出来 冰尼画件你可以画出来 对吧 然后怎么办呢 你看第二天呀 第二天的开盘架是多少呢 你看呀 开盘架是三二五六 三二五六开在这个记住的收盘架之下 他就第一个条件不满足 第二个条件满足 我们之前讲过原帅柱必须满足什么两个条件 一个是第二天的开盘架 在记住的收盘架之上 第二个是第二天的收盘架 在记住的收盘架之上 那你现在看一下他有没有跳空缺口呢 没有吧 所以说这个圆 这个能成为原帅柱吗 这是不能成为原帅柱的 对吧 你看概念是不是还不懂 这而且我今天下午的这个题目是比较简单的 不够复杂 那如果我出一个难一点的题目 我就看这一阶段的原帅柱 你头部就弄晕了 密密麻麻的 从这边开始看 每一根柱子看 越复杂越容易错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在当时那么问能算原帅柱吗 只能算是一个预定原帅柱 所以说在当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只有一个学员答对 只有他答对 其他学员都答了欠途 为什么 因为当时看开盘架是有跳空的 但是有没有到收盘架 没有到收盘架 而且当时这个大盘什么情况 大盘往下砸呀 我还怕他把这个缺口补掉了 那其实你不管这是一个假阳真一 还是一个假阴真阳 原帅柱你不用管他 你只要看这根柱子的收盘点是多少 他首先他是一个假阳真阴 对吧 你不用管他是假阳真一 还是假阴真阳 你一看收盘架是3284.23 那你把这个线一画就得了吗 这一天看盘架多少 开盘是3288.41 收盘架是3297.32 等临近收盘的时候 你才能确定 这就是一个原帅柱了 对吧 你可以看一下 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讲这么多还是有学员不够清楚 那接下来为了大家巩固这个知识点 习题来了 你们回去把这张图保存下来 这张图在这个通达信上截的是 1月16号大盘到4月13号的啊 标出来有多少个原帅柱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弄啊 这个是最基础最基础的啊 明白吧回去自己标一标 那你现在就元帅柱都没搞懂 到时候黄金柱的降级呢 元帅柱的降级呢 哎 黄金柱不是黄金柱的 黄金柱没有降级啊 元帅柱的降级黄金柱的消亡 对吧 他是消亡成哪个柱子你懂吗 元帅柱补了之后 他是成黄金柱还是成哪些柱子呢 哎这些知识点又加上去 你就不懂了 基础一个一个要打了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 然后和大家是不是还说 哎你们尾盘的时候 自己对大盘做一个判断 这样子你才能有一个提高 第二天你判断对不对吗 啊不要吹牛 啊我这个当时怎么看的 你现在就判 你看我每一天的收平 是不是盘后做工夫 对盘后做工夫对不对 你盘后要好好自己想一想 这个大盘强还是弱 是什么什么情况 哎 我们再点起来看啊 哎我们前段时间这边说了 这边也说了啊 前面我就不多说了 这几天收平都在讲 这之前都提过了这个问题 那这个大盘这是一个阳线对吧 然后我们用黄金分割来算 这个阳线的二一位多少呢 哎今天我让大家来判断一下这个行情 今天是强还是弱 有的学员提到了二一位阳关道 也有的学员提到了鬼门关 那鬼门关和阳关道 我都标出来 阳关道是哪里 这个阳的二一位是阳关道 鬼门关是哪里呢 阴的二一位是鬼门关 对吧 其实这个鬼门关和阳关道离的比较近 那有的学员啊 刚才私聊我说他到底是看鬼门关呢 还是看阳关道呢 因为鬼门关怎么说呢 没有有效突破且站稳鬼门关 都为假反弹 那如果说按照鬼门关来讲 今天是有假反弹的嫌疑不够强 对吧 但是我们量学又讲什么呢 哎 只要站稳阳关道 到着股票效 意思逻辑点就是只要站稳阳关道 他还有继续上攻的一个嫌疑 对吧 哎 到底是大盘强还是大盘弱呢 那我给大家说一个 其他条件都不看的情况下 如果今天是这样子呢 那是强还是弱 一定是比目前的强 为什么他有效突破且站稳了阳关道 也有效突破且站稳了鬼门关 也有效突破了这边的一个凹尖峰英石鼎 所以说他是一个阳线盖了几根关键的柱子 对吧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今天事实情况下 不是这样子 首先这个英石鼎没过得去 没有有效过得去砸下来了 阳 鬼门关也没过得去 阳关道是站稳了 所以说目前来讲 你说他特别强的肯定不强 而且我们之前也怎么判定呢 这边收阳了之后后面次阳直接拉伸 这边收阳之后他洗了这么多天 肯定从大建构上来讲是不够强 对吧 这是第一点 从大的 那小建构呢 也不够强 但也不弱 什么叫做弱呢 弱就是把这个阳关道跌穿了呀 他不强也不弱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啊 不喜欢也不讨厌 我们经常讲的中庸 平衡 是一个平衡性的状态 对吧 下面有支撑上面有压力 那我们如果要看的话 怎么看呢 明天 等他 出现一个向上或者向下的一个反应 他是一个平衡肯定是要面临的失衡 对吧 平衡之后要失衡 明天就要看亮波了 你就要做啊 明天是高开还是低开 明天低开是正三维还是倒三维 对吧 明天如果你正三维 倒三维不会看 那你就看收盘价 他收的是一根阳线 还是收了一根阴线 如果收了一根阴线 那你就要注意了 大建构不够强 小建构明天走弱的情况下 你说大盘强还弱 肯定是更弱 如果说明天收阳线 大建构不够强 但是小建构走出一个回马枪 比如说明天收阳 对吧 过了这个凹肩风 那其实短期有走强的这个嫌疑 有小即大 那举一个简单例子 如果说明天收阳 那按照我们量学的奥迪淘金来讲 对吧 你有奥迪淘金战法 有没有奥迪矮将军 有 按照三日的平均收盘价 这就是奥迪矮将军形成的一个 对吧 这边有一个跳空 这成了一个元帅柱 对不对 如果把这个当做基柱的话 明天收这样一个大阳线 那三日的平均收盘价 很有可能收在实底线之上了 除非后天大后天才大阴 对吧 也就是短短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天又有将军柱 又有元帅柱 又有黄金柱 对吧 那这样的情况还算是不错 对吧 刹车和换挡等加油 如果明天收阴呢 这样子一个阴线 那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明天收这样的阴线 虽然没有有效跌穿这个实底线 但是你要知道 明天如果收这种阴 他首先把这个真底 快要跌穿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把这个元帅柱补掉了呀 他缺口补掉 他就不是元帅柱了 那本来他如果收阳 会有三个王牌出现的情况 结果如果明天收了一根大阴线 只剩下来一个王牌 你说强还是弱 大建构是弱 不够强 小建构又开始走弱 那就更加弱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目前他依旧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去处于一个平衡性的状态 要关注他是向上还是向下是很 明白吧 那今天这个三线怎么设呢 中线设3297上线不变 那下线设什么呢 设这个的收盘价 这个收盘价多少呢 3284.23 对吧 如果说把这个下线跌穿了 这个元帅柱就补掉了 因为他收盘价没了 补掉了补了他收盘价 对吧 那我们再重申一遍 3269.99是我们前两天说明说的 这是近期的生命线不能跌穿 然后下线是这个 昨天的收盘价 中线是今天的收盘价 上线是这个实定线 也就是这个精准线 对吧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思考 大盘应该怎么办 对吧 什么样情况强还是弱 分身量波建构 日向行程之后 你是不是和我要一样 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对吧 那我们切换到某一些个股 那我就今天我也就随便找 那就按照平安银行来 这个就不要谈了 直接砸穿了 这个也不要谈了 砸穿了 SD国华 虽然说我们不让大家去玩ST 但是ST国华今天是不是开始有走强的这个嫌疑 对吧 如果按照近期来看的话 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股票啊 你比如说你自己关注 近期来看的话 这边的收盘价多少呢 10块2 10块2 那 当时这边有个跳空 这成了一个圆塞柱 你后面按照这一线判定法一画 它实体有没有有实体 所以说它没有成为一个圆塞柱 圆塞柱 没了 对吧 但是按照量学的方法来讲 这根次阳质量虽然不是特别好 但它好歹是个阳线 对吧 3日的平均收盘价 是不是收在这个实体线之上 它就是个黄金柱 那有的学员说了 这个实体都把这个基柱的实体线打没了 它怎么还是个黄金柱 那就下一个问题了 我今天先不讲 所以说我跟大家讲 元帅柱和黄金柱它的形成和消亡 它的判定是略微有点区别的 这个黄金柱是没有消亡的 没有消亡的 那你就搞糊涂了吧 所以说你先把元帅柱先搞懂 然后我们再来讲黄金柱的 下一期还会给大家去绕 绕懂你为止 对吧 他这个黄金柱还在 如果是以这个当基柱的话 对吧 3日的平均收盘价收在这个实体线 直顶线之上 他就成一个黄金柱 虽然说这个黄金柱质量不够好 如果后面 他是 他这边回踩的比较精准 或者说他回踩质量比较好 那我们可以以他为基柱 那目前来讲 我们先以他为基柱 对吧 看看他能不能形成一个黄金柱 而且今天是一个次阳 一阳什么盖这边的一个大阴线 而且把真高亮柱吃掉了 所以说目前ST国法走出了一个什么回马枪的走势 那如果说你要看这个个股的话 那你不要实体线一画 对吧 看他能不能过风 其实本质的道理和我们当时讲大盘是类似的 大盘是不是上去下探再上来再看一下 下来之后上去下来 目前来讲他这个阳线质量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他没有出现这个这样子一个情况 对吧 就是多多少根阳线往上走的情况 啊 ST国法目前走的是比大盘强的 那你再看看其他的随便找一个 深桑的RA 那走势是不是和大盘差不多呢 来看一下那些差不多情况下你就要注意 他是和大盘比是强还是弱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深桑的A是比大盘强还是弱 明显是比他弱对吧 按照我们之前所讲他这个都跌穿了呀 虽然说这边有一个跳空 这成了一个元帅柱 这边应该也有个跳空啊 我看一下收款价多少 收款价是30块五毛九 这个开款价是30块 他这边有跳空 这是个元帅柱 这也是个元帅柱 那有的学员说 你看这都有两个元帅柱 他怎么比大盘弱呢 我还是和大家讲一下 有些时候你看东西不能只看一两根线 如果只看这三天的话是比大盘强 那建构你要不要看 来看一下 上阵指数 上阵指数 上一波反弹反弹哪里将要过风啊 同学们 将要过风啊 来看这个 当时我 我们给大家叫st 那个这个 深桑达 这一波反弹反弹到哪里 反弹的二一位都没过 那你说他强还是大盘强 肯定大盘比他是强的 从这一阶段来讲 前面那一阶段不要看了啊 你说教练 这个前面已经是那个深桑达前面都涨这么多了 那前面涨的强现在涨了弱的票多的去了 那我要来编试这个很为一要的前面涨了多强啊啊 飞了那么多结果这这这两年总体来讲是一个弱势情况下 阶段性的强不代表永远强 你今天强不代表后天强一定是一个变成的眼光去看的 当然了我刚才讲的方法你也可以用在我们作业里面 你可以判断他和大盘强还是弱 然后这两天和大盘比是强还是弱 如果说这两天比大盘还要弱 那你就要注意了 很有可能要进一步回调了 那今天的这个收屏到后结束 我们下一次收屏再见 谢谢